整個擺球的手感相當的好 這也是所謂的這個 O系的常人 他們特有的一個狀況 是 在真強籃板上面被吹的犯規 現在幹嘛招 你以為 陳文宏以為找 秘書長來評評理 就可以改辦是不是 秘書長是來做事的 不是來評評理的 OK 特斯保護處 直接掉一個對角 周一翔 外線出手 部長來了 硬打 但是還是受到臥許本的干擾 周一翔 外線急停三分 再來一顆 就是要三分啊 對 好 49比44 宜翔 在這一個位置相當有自信 哇 周一翔現在會飛起來了 周一翔 前一道進去 哇 結果 應該是go tending 今年賽季第一個兩分球 台業積極的干擾 好 雞翔 在第二拍選擇投籃 再來一顆三分球 周一 周一 翔身 哇 這個快速分數 直接靠進去 而且這應該有小帳家的機會了哦 哦 我強身沒有抗議哦 哦 有一點身體接觸 對 哇 現在林冠倫教練被彩虹吹了一個技術犯規 他大概覺得強身就是像我們之前有一點爽作的動作 那個時候我們球員在立即一個比較得分的低潮 然後我們的球員在情緒上面比較低落 那第一個出發點我必須去激勵他們 然後讓他們再能夠更對比賽更強勢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比較不能接受的地方在於說 這個是一個 台灣人的聯賽 他是PVC台灣人的聯賽 那我比較 我要跟我的球員站在一起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說今天洋將在一個很漂亮的play 一個highlight的play完了以後 那還去做一個我們修辱本土球員的動作 那我覺得這是我比較不能接受的 其實我們並沒有說要去說爭取說一個犯規 或一個技術範圍 這不是我們要去爭取的 但是我們要爭取的是 今天裁判端是不是應該 為我們的門土球員去告訴這些洋將 在做這些highlight的動作以後 或是因為很棒 你不應該去做這些欺負我們台灣球員的動作 所以這是我比較生氣的一個點 像我們上一次在對富邦也在這一個球場的時候 那我們也知道CJ在後面對國豪做一個蠻大動作的犯規 蠻大動作的犯規 其實在後面的討論 其實後面的討論當下 其實他們也沒有說去嚴格檢視說 楊將的動作 那個是不是可以升級成為 成為一個違反用道的犯規動作 那其實今天我們也知道 你前面CJ有些問題 有些情境上面的問題 還有一些動作比較大 那你在一個後來完以後 你去做一個 我們很努力打球 然後很努力防守 很努力防守幫他 很努力防守挺不住 讓他製造一個很好的動作以後 那他還要去做一個碰撞推擊的動作 去修補門土球員 這是我沒有辦法去接受的動作 所以我會比較大動作抗業CJ 因為我必須要跟我學生站在一起 然後我也要支持我的球員 所以他們很努力在做 但是我希望這個是 接下來我們聯盟可以更去進步 然後更去 更去 往努力的方向去 因為這是一個 我們台灣人聯賽 不是像今天楊將來這一邊 然後他有很高的水準 的球技 然後還可以再去 在好表現以後 還可以去修補我們的本土球員